在日本,有一個留著鬍鬚帶著薄的肥仔,井口託也 憑著兩招必殺技,高速真空吸引,和心喉嚨緊縮 迅速爆紅中港台,創出了名堂作為日本第一吹,託也哥 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他的大名呢?或者見過他的真身呢? 不說不知,其實託也哥的樣子始終我們以前 調理龍武藍花系的副幫助客家佬 不知是否太多人認取了客家佬和託也哥 令客家佬把自己藏起來,避免狂風浪跌 蛤?像託也哥也要躲起來? 為甚麼?難道託也哥有很多忌諱? 其實託也哥本身是著名男童子聖地 申宿二丁目一間酒吧的老闆 日本在當地電視台一個成人節目《矛盾大對決》中 找了一個很會吹的男人,就是託也哥 大戰一個絕對不會射的專業AV男優來比拼 在日本有兩個人的超級武器 可以令到聖伴侶有源源不絕的高潮 包括有神之手之稱的加藤嬰 而另一個就是託也哥 無見不吹的託也哥 加藤嬌令到女人變了羅馬噴泉 誰人都知道 而號稱日本第一的託也哥 真是第一吹,超級厲害 沒有人可以在他口中,可以含超過三口而不爆章 沒錯,他就是口交達人 不過他是一個童子,就服務奔鎖為主 結果託也哥本身還有這兩招必殺技 高速震控吸引,以及心喉嚨緊縮 令到號稱絕對不會射精的AV男優 澤井亮在他口中大爆發,射到一滴都沒得靜 這個號稱性能力比比三隻刺激鱷魚的AV男優都收了皮 神伏在託也哥的口技絕招 託也哥亦都這樣,一戰成名 他成了名之後,其實參與了好多個綜藝節目 拍戲,又有粉絲見面會,錄製音樂唱片 進出性玩具 甚至設管教授這個教人吹大陸竹的悲技 不過不知道,當年託也哥在節目公開了絕技之後 他父母親朋友才知道他是同性戀 這個大膽的出櫃舉動,真的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做 自稱是女仔的託也哥 表示含倫就純純個人興趣 他又或者用了25年時間 才能練到這兩樣無堅不吹逢吹必爆的絕招 25年來他含過一千人 麥狗形狀的賓州擺過入口 麥麥吹,麥麥絕 多起來一天可以吹爆八條J 託也哥亦在節目講過,他的金句就是 無論是有幾射不出的人 就算用三四個鐘 他都會好好陷著 陷到每一條賓州射出的精役 所有的精役變成炸出來 最後一滴生命精華都炸出來 不過這樣,上天是不會被一個人得到全世界 口氣一流,出人無數的託也哥 情勞是非常坎坷 他十八歲在東京工作 試過放工回家 整間家裡被當時的男朋友 一天之間搬走 有近上一月的託也哥 仍然很相信愛情 他特別喜歡大隻肌肉男 但程度論時,無論他要做一又可以,零又可以 託也哥雖然因為他的同志身份走紅了 但他都認為社會未完全接受到同性戀 尤其是香港 他希望可以憑著上電視的機會 感化社會,令到偏見可以逐漸消失 為同志介出一分力感說 但上年,託也哥傳出了病危的消息 他本身已經因為糖尿病,要切去右腳的腳趾 之後又傳出了呼吸困難,連走路也行不到 入院檢查,確診了心臟衰竭 託也哥病危之後,就慢慢淡出了幕前 可能含吹賴絕這幾樣東西 絕招要絕跡江湖 大家可能永遠看不到 託也哥和香港三隻雞鱷魚大決鬥 究竟託也哥好不可以吹爆這個懶的老惡呢? 可能只可以在我們的老海裡幻想一下 不過幻想歸幻想 千萬不要想香港網台界的胎尼哥 幫mihk.tv 的老惡無堅不催 一想起,我就馬上噴尿了 不過是噴血啊